主料,面粉20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油,盐,大葱,胡萝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胡萝卜,大葱切小丁,面粉加盐和水搅拌成面糊,加入两个鸡蛋搅打匀,放入葱和胡萝卜搅拌匀,电饼锅,预热刷层油,倒入面糊,轻轻攒动下电饼窗让面糊铺满电饼窗, 代表面面糊凝固后翻面,煎至两面惊慌即可,烹饪技巧,为防面糊有疙瘩,我是先办好面糊的加入鸡蛋,煎湿也可以不放油,有油的翠些,无油的软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